你好,我是匈奴人 秦刚受处理,竟然是冤案 国内外最近几个月来都在议论纷纷 中国的外交部长,副国级高干秦刚 莫名其妙地就被抓了起来 而且中共从来都没有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 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 在这一次三中全会 他才算是平安着陆 然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现在被安排了一个厅级职务 当然比他原来的副国级 他以前是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就相当于副国家元首 就相当于副主席 副总理的这个级别 所以可以这么说是审时惨重 清刚被抓了以后 为什么议论纷纷 主要是因为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长 国外的媒体也异常关注 外交部长在中国看来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国际社会就不同 你像美国的实际上第二号人物 国务卿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外交部长 这个英国也好 日本也好 外务大臣都是第二位的官员 所以说呢 这个国防部长呢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国际社会里面 他被抓了以后呢 有人说他恐怕是出卖了重要的中国情报 还有的说呢 他与国防部长李尚福勾结起来 暗中反对习近平 想搞武装政变等等 各种谣言不一而论 现在看来呢 秦刚的主要罪状呢 还是泡妞 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泡妞是养二奶三奶四奶五奶六奶 甚至呢 有副省一官员像胡昌青 都养了一百多个二奶三奶 都没事 就是说呢 中共呢 只想包二奶都是正常现象 而秦刚为什么就获罪了呢 据说呢 他泡了一个特殊的女人 叫傅小田 为什么他泡了这个女人 就会被这个抓起来了呢 副国籍的官员也不当了呢 我们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知道 中国的一个著名的那个网球运动员 就是被那个中共的那个张高丽 给强奸了 都没事 为什么他泡妞反而就弄了 就就就就就有事了呢 据说呢 这个傅小田呢 很特别 因为就 习近平也睡过傅小田 所以说呢 当有人报告说 秦刚与傅小田 不仅私下里勾结 有来往 是情 这个有特殊关系 而且呢 他们双方还有一个私生子 这呢 就让习包子 勃然大怒 他心里想 我这个傅小田 闹好算 我的女人啊 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面子 偷偷你睡个觉也就完了 你居然还生孩子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所以他就下令抓捕了秦刚 可以想象 秦刚被抓进去 这几个月来 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 但是呢 搞来搞去呢 中纪委居然没有让秦刚 交代出来腐败罪行 或者呢 他出卖了国家机密之类的 或者参与了反习秘密活动之类的罪行 秦刚本人呢 其实也是莫名其妙 一直到这个审讯 后期呢 可能他才意识到呢 他冒犯了领袖的尊严 睡了领袖的女人 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呢 我被抓的时候呢 很有意思 这个 这个办我案子的那个国宝呢 他一开始问的问题呢 都是这个民运这个问题 你到哪去了 会见了哪个人 等等等 诸如此类 谈到最后了呢 他才话题一转 我们这次治理呢 是因为你这个 你有流氓问题 或者说呢 你欠债 诸如此类的 就是说呢 实际上这个中共办案呢 从来都是 就是莫名其妙的 他们跟法律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秦刚呢 可能呢 就是中纪委 得到的指示呢 就是先让他交代出来 一个别的罪名 这样就好治罪了 因为习近平总不能 给他一个罪名 说啊 因为你睡了 我的女人 我给你把复国籍 也给你掳了 我把你甚至判刑入狱吧 对不对 他也不好这样说啊 因为共产党人呢 一般来说 他既要做婊子 他又要立牌坊 所以怎么办呢 就先是折磨秦刚 让他交代 自己交代罪行 秦刚呢 这小子呢 虽然呢 据说是一个懦夫 但是呢 可能他还是有点震探经验 他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交代就完了 所以他死不认罪 就没有主动交代任何罪行 对于傅小田呢 他承认跟傅小田 有过一条 有过约会 睡过觉 但是呢 坚决否认 他与傅小田 有一个私生子 后来呢 他意识到 这是自己唯一的罪状以后呢 他就坚决要求 做亲子鉴定 那中纪委没有办法呀 上报了这个习主席以后 习主席批准了 他于是呢 就让他做亲子鉴定 结果鉴定 结果让这个 大家都吃了一斤 原来呢 这个的确 那个孩子 不是这个秦刚的孩子 所以这个案子呢 就不得不报告 这个习包子 说这个案子办错了 所以最后呢 习包子呢 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把秦刚给放了 但是呢 考虑到秦刚呢 已经被折磨残废了 你想想 这几个月交给中纪委 折磨下来 那可以这么说 秦刚已经是个废物了 我以前亲自 见过一个派子所所长 他进到我们耗房的时候呢 我们走路呢 都摇摇晃晃 而且呢 过了一会儿呢 他就拉裤子 就是 说着说着话 就开始 拉屎拉尿 我们急急忙忙 把他推到 卫生间里面 让他清洗干净 我们当时判断了 这老头呢 而且呢 问他干什么呢 他说做生意的 我们都在心里想 我们还取笑他 我们说那么大 年纪了 八十岁了 八十多岁了 做个小生意 还把你抓进来 他说是冤案呀 等等的 好 等他清理干净了 我们就进一步问他 但后来呢 我就 我就跟其他人 背地里商量 我说这家伙不是做生意的 因为听他那个讲话的 口气神态 好像 听起来像个公安 因为他那个口气呢 都非常的霸道 就是一副野兽模样 因为在中国呢 一般来说呢 只有天生野兽呢 才向往去当公安 因为中国的 攻击法 一般来说 正常人 你真是还是当不了 好人肯定当不了 只有野兽 才适合于当这个公安 所以说呢 这个家伙呢 我当时就判断出来 他是野兽 果然呢 我们就 我说别问他 好 我们几个人就开始 对他进行审言律的审讯 最后呢 他张口结舌 结结巴巴的 只好交代 他原来是一个 派出所的所长 然后呢 他就眼巴巴的 看着我们那个号长 其实号长呢 已经受到吩咐了 说你老老实实实 交代了就行 你放心吧 不会揍你的 他说我 你进来的时候呢 那个管我们耗子的干部 已经把我说出去了 要我保护你 就是叫大家不要打你 他说你这种情况呢 你确实呢 是欠揍 然后呢 最后我们就问他 年龄多大了呢 他说他43岁 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说你明明像83岁的 怎么可能像43岁的呢 对不对 他说我主要是在纪委手里 被折磨了三个月 三个月啊 就把一个43岁的人 变成了83岁 可以想象 秦刚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所以说呢 最后只能给他一个低级险子 也就是养起来算了 也就是说养一个废物 因为呢 如果要是给他官复原职 也不可能 第一呢 他已经废了 第二呢 这也是仇人啊 你说呢 再让他当外交部长 他肯定会叛逃啊 你不管到了美国 到加拿大 秦刚肯定就要叛变啊 对不对 他平白无辜的受着几个月的折磨虐待 你说他内心里能不充满了仇恨吗 那么到底是谁把这个傅小田图子搞大了呢 最近呢 中纪委当然 这就因为有了DNA 就很好查了 最后查出来 居然是中共之物 香港代表张晓明 所以呢 今年2月底的时候 张晓明莫名其妙的 就被免去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这个职务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也是正部级的高干 然后呢 三中全会前夕呢 这个张晓明又进一步被免去了 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 这也是正部级干部啊 也就是说呢 一下子被掳到底了 而现在呢 从中国这个传出来的消息呢 是张晓明呢 跟秦刚案子的关联是呢 他跟秦刚的这个情妇 凤狂卫视的女主持人的 傅晓天关系密切 也就是说那个私生只是他的 而且呢 现在呢 香港媒体也披露出来了 傅晓天刚刚进入香港 凤狂卫视的时候 张晓明 特别给当时的凤狂卫视老总 刘长乐 打过照顾 照顾他 让他当主持人 上面有指示 看来呢 还是中办的 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有人 打招呼 可能说呢 习主席希望你办好这件事情 所以张晓明呢 才特别卖力 但是呢 张晓明的时候 肯定不知道呢 原来傅晓天呢 还是洗包子睡过的女人 所以说呢 他当然就要插上一只腿 然后呢 并且把傅晓天给弄 怀孕了 结果呢 还生了孩子 所以呢 这个问题也说明了什么呢 整个中国呢 都跟江西省万年县差不多 也就是说呢 中国到处都充满了毛旗 充满了李佩霞 都是这群难道女仓的家伙 这个案子呢 还说明另一个问题 你被冤枉了 也就是冤枉了 中共历史上的办的案子 其实呢 十有八九都是冤案 我以前呢 我看过那个康生办案 那真是康生办案的逻辑 就是办了你了 就办了你了 据说呢 这个中共以前在江西杀那个矮鼻团的时候呢 只要有一个口空就行了 只要有人咬你一口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杀的人越多呢 这个就是说那些是 那个办案组呢 也就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啊 郑保局啊 那帮人就觉得有收获 对不对 有成绩就得奖赏 夜里面还能够大吃大喝一顿 所以说呢 那就不是叛徒也给你弄成叛徒 不是IB团也给你弄成IB团 据说呢 江西红军办了几万个IB团都枪毙了 但是呢 真正的落实到最后的据说 连千分之一都没有 也就是说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 对领导有意见 给领导提意见 在领导的暗示下 就给他逮起来 逮起来一阵拷打 认了认了 就给你拉出去 砍掉 中共是一向如此的 中共的这个特色呢 最近呢 还在加勒比海 有了体现 我们都知道加勒比海呢 是这个 就是古巴周围的那个海域 8月2日 皇家的加勒比游轮呢 在那一带航行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中国的游客呢 突然互相打起来了 这个呢 让游轮的管理方面非常吃惊 因为那个打伤了 因为他那个医院 诊疗措施有限 他又没有什么足够的病床 万一这个大群家 几十个人大肆打伤了 那这个毁坏了游轮的声誉 他将来还怎么在这世界上 缆生意呢 所以呢 游轮紧急的派出 大量的这个黑衣保安 我看了那个视频 最少有二三十个黑衣保安 也就是当时游轮 把所有的警力 保安力量都投入进去 制止打架 原来呢 是一帮的中国人 在那里面抢座位 就是中国人呢 他很多年纪大的人 他喜欢 我这个座位 我喜欢坐 我就坐了 另一个人说 这是我的座位 你让给我 不行 双方就吵 吵了最后 就打了以后 双方一起卷进去 因为两方他都有亲戚朋友 都是蛮不讲理的 都不是说 哎呀 把这个事情理智的来裁决一下 找游轮管理方面 找经理来 或者找什么有关人员来 中国火车上也是的 为了换座位 为了抢座位 经常打架 站座位 经常打架 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人上火车 他就拼命的抢呢 他都怕自己的位置被别人给抢去了 到时候又得打架 所以说呢 他要赶紧抢上去 把自己的位置给占住 否则的话呢 就是麻烦一大堆 前一段时间中国在海外游轮上因为抢吃 抢到最后呢 很多人吃不上东西 有的人都能抢三分到五分食物 所以你想想秦刚呀 什么傅小田呀 什么张小明呀 什么习包子呀 什么毛旗呀 李佩霞呀 都是一路货色 都应该这样说呢 他们都是垃圾 但是呢 这些垃圾呢 却在中国的各种舞台上呢 混得分身水起 把这个中国呢 搞得呢 就像是人间地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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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